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会视为衰落,到如今原因有三,第一,因为在讲台上没有能力,第二,因为在讲台下没有见证,第三,因为在教堂之外没有福音。 所以我们华人教会今天跟将来,我们会不会走欧洲教会的这条路线呢?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整个步道大计是以福音就是神的国为主走,然后以门顺就是他对整个世界的计划是投资在一小群的门徒的身上。 他不是做最广最多群众的工作,反而是最多的时间就放在那十二个人,放在那三个四个人的身上。 很多牧者说,现在事工太多太多了,各种各样的事工传不过气来,不晓得应该怎么办。 其实最主要的,第一,你注重你跟上帝的关系,第二,就是你要注重把你的生命的事奉的重点放在一小群的人的身上。 那么你就会发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这一代你服侍过去以后,你所服侍留下来传承的还是有根有基的。 如果你东奔西跑,东坐西坐,做了好多好多虚张生事,但是可能之后什么也没有留下来。 所以我们今天教会的宣教跟未来教会的宣教仍然是耶稣基督的宣教,方案也是从他而出来,不能够离开的。 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步道打击。 怎么样,自己对了,然后找对的人,把生命投资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马可福音里面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随他自己的意思是耶稣的意思,不是你我的意思,把人招来,他招了十二个人。 然后说,叫他们常和自己同在。 今天我们做很多门徒训练,其实最重要的失败的那个关键就在于,我们把它当作是一门的课程。 其实门徒不是教的,门徒是带的,门徒是跟他们在一起的。 叫他们常和自己同在,然后就赐他们权柄。 叫他们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从神那边有的权柄,神坏的权柄,生命的权柄,属灵的权柄, 侍奉的权柄,预向的权柄,这一切我们也能够赋予那些我们所栽培的人。 叫他们能够有权柄,能够传道,能够去赶鬼。 所以我们唐普世宣教,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及门训大祭,最终也就是普世的宣教。 所以有同工就问说,到底华人的宣教要走到哪里? 我们要走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走到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努力的走。 因为耶稣基督说,祂说就是,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 祂对门徒说,当然如今门徒出其教会,那个棒子也传到了我们这一带。 耶稣基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圈第二撒玛利亚至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所以要走到哪里?要走到地级,要从哪里开始? 从耶路撒冷开始,要同步的进行,没有到地级,做了见证。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这个世界,要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这个就是我们的终点。 我们还没有到达终点,但是至少我们都要努力,普世教会都要努力。 所有的机构,包括神学院,我们都有这个使命。 因为这个使命是给所有基督徒的。 不论我们在怎么样的一个框架里面服侍。 我们都是主他所呼召的信徒,跟随他的门徒。 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去,我的权柄也与你们同在。 你要是万民都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尊少。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道世界的末了。 所以我甚至相信,我们顺服主去他要我们去的地方,做他要我们做的事。 他的应许是真实的。 他一定与我们同在。 他是常与我们同在。 我们最经历主的同在,就是顺服他的心意去做他所要我们做的事情。 所以在过去宣教士的传记里面,我们读到有很多的神奇奇事。 因为主与他们同在,彰显了主自己的能力。 当他们在顺服跟执行主的大使命的时候。 也有同工在问,哪一些部分是大家都在讲的? 也都真的是在做的? 这些年来也发现方向是对的。 我想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在做同文化的。 不论是在本城,本国,本区,很多都做同文化的。 如果你到欧洲去,欧洲的华人教会, 到了欧洲基本上好多,绝大部分,超过95%都是做同文化的工作。 而且温州做温州人的工作,还要分。 温东温西,扭东扭西,清田什么还要分。 就做他们这一个器官里面,他们所熟悉的人的工作。 如果你叫我给星的话,我觉得我们对同文化的宣教工作给三星吧。 三星可能还算高了。 那么静文化呢,大概我给两星了,三句的工作。 他们到了,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去了顺便做的。 真正就是由教会领受了异象。 那么认领了族权,才派了同工。 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能够去到宣教的合场里面。 像过去许多,来到中国,来到印度,来到亚洲,来到非洲, 去到南美洲的那些宣教是一样。 一粒麦子是埋下去的,以至于能够借出许多的种子来。 不是说没有,是很少。 其实,应该算是半颗星吧。 有那些部分是有讲的,有听的,但是没有,或者很少做的呢? 我们很早已经说了,全世界归基督了。 但是我们真正做了多少? 全世界归基督。 我们讲传回耶路撒冷。 但是我们真正做了多少? 传回耶路撒冷最初的那个缘起,最初的一项。 怎么样整个的大西北,我们关注了多少? 进入到中亚,中亚五国,我们的见证在哪里? 很夸阿拉伯的世界中东,我们华人教会,我们的终极何在? 进入到真正的以色列,耶路撒冷。 我们对于犹太族群,巴勒斯坦族群,又产生了一种怎么样属灵的影响。 我们做了什么? 很多很多我们所发起来的运动,或者说我们所做的宣教的工作, 常常都是虎头蛇尾的,不是吗? 而且我们很会口号文化,很好的口号,很好的标语,好像很好的目标, 但是喊喊喊,喊了以后就没有人继续跟进。 在温州一辆的巴士上,里边有一个招牌,告诉所有的乘客,上面写着说,要做文明人,兔坛请向外。 这就是文化。 我们讲得很好听,但是我们做的到底是怎么样呢? 在宣教上,当我观察的时候,很多都是宣教的沙文主义。 因为我们想在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城市,某一个族群,插上我们的标志。 我们的标志。 你会发现我从事推动参与宣教工作, 但是我并不以建立进行教会作为我第一个目标,也不是第二个目标。 我要是在那些宣教的河场里面建立基督的教会,不是建立宗派的教会。 某一些时候需要有宗派, 大部分时候不一定需要。 我们能不能够真的是回应祖祂自己真实的大使命, 去做祂要我们做的工作,而不是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品牌。 我们也发现很多的拆绘,其实受制于宗派的一个传统。 把大使命跟人的灵魂放在宗派的制度底下。 有很多很大的拆绘,西方的拆绘,我跟他们都有合作都有交流。 但是碰到某一些的关键他们不能做, 因为他的宗派整个的制度里面, 特别是刚刚开的会议所做的决定, 他们绝对不能够违背, 不然他们全部都会被召回。 就是受制于这样。 最近在北美,我们也推动所谓小教会大使命, 或者小教会也能够参与普世宣教科文化的拆穿。 我们发现小教会也有它的优点, 就是它比较自由, 它不必受制于这种的传统。 它领受了主的使命, 它愿意回应的话,上帝仍然使用不只是大教会, 使用小教会因为做大使命的工作。 我们有2030年这样的一个目标, 量数有吗?质量有吗?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大量大量去推动的时候, 用口号的文化, 其实只有雷声没有余点。 很多时候也是有数量而没有质量。 就好像我们所买到某些地方制作的产品, 很多人都说价钱便宜,价值不高。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在宣教的合唱里边也常常有这种的情形。 口号传为耶路撒冷, 整个大西北、中亚五国、中东、以色列。 我们做了什么? 如果我们问活福的话, 活福我们是口号呢? 还是真正的顺服? 我们又做了多少? 华人教会天下一心, 观传福音直到主灵, 我们做了多少? 口号我们喊了很久, 我们真正做了多少? 只要你没有辜负上帝的心意, 你把你最重要的使命做得好, 其他的上帝给你有恩典有资源。 你一做了, 反而是铺住你最重要的那一块。 所以我深信我从来不担心别人说, 因为你看见旧宅我们都在。 阿富汗就是美军撤离, 阿富汗难民逃出来, 我们都有份。 乌克兰俄罗斯战争以后, 我们也有份。 土耳其、叙利亚大地争, 我们学生也有在那里, 我们后续还做, 不断在做, 如今还在做。 等等这些。 但是呢, 就是神学院主要的工作, 只要我做得好, 我就对董事会能够有交代。 所以这26年来, 他们都很放心去做。 为什么? 因为神学院最纠结的有三嫂。 第一个是学生嫂, 第二个是老师嫂, 第三个是前嫂。 只要你这三少爷, 你能够解决了。 那基本上, 你可以放心去做。 所以我们放心去做宣教, 普世宣教。 而且普世宣教是一种整权的, 不只是讲福音而已, 是道成肉身的, 可以去服侍的, 是BHV的, Preaching, Healing and Deliverance, 都要实实在在的。 而且让学生知道, 不只是神学跟知识, 能够真实道成肉身, 神在何尝, 在社会里边仍然是能够光, 能够做圆的, 而且以后能够动员教会去做的。 我们求求帮助如何活化, 以及重现教会历史中的见证传奇。 其实这个是我的一个祷告来的。 我的一个祷告来的。 那么我期待的就是一种宣教的复兴, 我盼望能够看到宣教的复兴。 我在这过去四年里边也推动一个 二十一世纪马其顿的呼声。 那么因为马其顿人本身对我们说, 而且讲了几次, 他说两千年前在这个地方, 保罗听见了我们马其顿人的呼声, 他过来了。 如今我们在这个地方向华人教会发出呼声, 请过来帮助我们。 我听到了这个呼声, 如同保罗所听到的呼声一样。 那个声音如果出于上帝的, 我只有顺服。 我只有顺服。 感谢上帝刚刚我们第四届的华欧宣教研讨大会, 在欧洲推动的世界, 就是主要是要帮助欧洲的华人教会, 不只是雇华人自己的工作, 还要雇第二代,雇难民, 还要雇回教化, 贵士手化, 同时能够去回归整个的欧洲, 而且跟欧洲的教会一起配合, 来影响整个欧洲在马吉顿。 我们在那边有差不多五十位, 整个欧洲里面八根半岛的领袖, 然后再加上大约四十位, 从欧洲各地华人教会的领袖代表, 加上三十位从其他地方的教会领袖的华人代表, 我们一起来寻求, 而且做了一些工作, 门顺教导儿童的建堂、扩堂、职堂。 如今是有三十间教会, 在过去我们帮助开设了几间, 有其期待一百间的教会, 要在马吉顿被建立起来。 求助帮助, 那边告诉我还有五分钟, 湄公和中国制造千条性命, 就在911我在越旦河做宣教, 跟阿拉伯摩亚人一起同工, 然后912我到了阿利桑大成交里面, 去做宣教做纸堂工作, 那个也是二十二年前了。 那个时候阿域杰同工告诉我, 我们这里所看到的东西很多都是中国制造, 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见到中国制造的宣教? 是因为我们见到美国的、英国的、韩国的, 就是没有看到华人的。 所以中国制造成为一个异象, 在过去二十几年里边, 在中国开设神学院、圣经学院、宣教训练学院跟中心, 那么看见他们起来了,他们出去了, 有许多中国制造的宣教士, 在世界许多福音的合唱, 见证了上帝的大能。 感谢上帝,我们一起来努力, 就在今天在世界福音的合唱里边, 我们祈求能够再造一个传奇。 而且是有策略的、有意向的, 是持久的,因为麦子要麦在地里边的。 那四路宣教不是谈一谈的, 是做它十年、二十年, 继续再做下去的。 早在接近二十年前, 我就在黄河那边召开了一个 丝绸四路宣教的研讨会。 那之后一句举戒, 那么你定了策略, 就是海陆并举两翼, 骑飞, 滚固本土, 健全拆船, 万民回归三国一律, 就是要期待以色列的后代, 亚述的后代, 还有埃及的后代, 一起来敬拜上帝, 聚焦城市开拓门户, 还有跟着航线走, 沿线来设店, 还有跟着经贸走, 商业的宣教, 所以是business as mission, education as mission, medical as mission, cultural as mission, 就是我们今天需要的不只是动员, 其实我们需要做很多的动员, 但是我们同时需要做拆派, 但是拆派的时候我们要有平台, 很多中国的教会做拆派, 但是去到那边没有好的平台, BAM, MAM, EAM, CAM等等这些, 就是在当地建立一个平台, 能够接纳宣教士, 然后我们需要有很好的后援, member care, 这个是华人教会在推动宣教的时候比较缺的, 整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点, 线、面都需要, 而且还要立体起来, 宣教的三角, 教会的门训, 神学院、宣教学院, 还有拆会, 我们怎么样紧紧的能够在一起, 毕竟我们都是在主的大使命底下, 把个人的这个传统跟个人的沙文把它放下, 求主帮助, 因为我们执行大使命, 我们根据做大诫命, 中国制造, 我们到如今在过去三五年, 我们觉得不晓得怎么做, 但是其实中国教会在努力, 在努力, 还在努力, 在压力中还在努力, 所以六月份如果你有时间, 六号到八号一起来, 中华事工研讨会是中国事工研讨会, 我们谈里面的问题, 谈外面的问题, 谈里面跟外面怎么样一起来配合。 我们也谈大诫命的时候, 大诫命就是要尽心,尽心尽力, 尽心尽力, 那么这个也是对付我们的知识, 对付我们的知识, 但是我也发现就是戴德生说, 一千条性命要给中国, 因为我做头两年我就知道再做下去, 我很快就没命, 因为中国真的要命, 所以我就说要一千条性命, 我一条再找九百九十九条命, 一千条性命给中国, 不止中国需要一千条性命, 中东需要一千条性命, 而你在哪里? Time's up了, 你在哪里?